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治好了那个十二年血漏的女子 还有呢他让崖鲁的女儿从死里复生 那也讲到了耶稣基督召唤他的门徒 这召唤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那在这个影片当中我们要谈到的大部分的时间会谈到 耶稣基督召唤了十二个使徒 这十二个使徒他们有怎么样特别的使命 而我们去支持这些使徒去服从他们的教导 对我们的生命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好 首先呢在进道经文当中呢 要先谈到的就是在信条的第六条有讲到说 我们信存在于原始教会中的同样组织 即使徒 先知 牧师 教师 传福音的人等等 好 然后呢在那个经文指南的使徒 有讲到说希腊文使徒这一个词呢 是指被猜浅者 那那个就是在耶稣基督他还在世上传道的期间 他拣选和案例了十二个使徒 作为他最亲近的门徒跟帮助者时所给予他们的称呼 所以他拆遣他们在他升天以后代表他 并为他去施主 所以不论是古代或今日复兴的教会当中的十二使徒定而主 那使徒都是耶稣基督在全世界的特别的见证人 为神的神性和他从死里复活做见证 好 所以呢当然在那个以佛所书的第二章跟第四章都讲到 就是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 先知的根基上 然后另外就是摩尔门经的摩尔门书的第三章的十八节 有讲到说使徒要审判以色列家族 那依照这个原则来说就是我们现在的使徒也会审判我们现在的这个所有的成员 然后呢在佳合上约的二十七篇跟一百一十二篇都谈到使徒是耶稣之名的特别见证人 持有事工的权料 而且在佳合上约的一百零七篇也谈到十二使徒定而主的权柄跟总会会长团相等 所以当总会会长团的总会会长不在的时候呢 总会会长团就解散了 他们会再回复到十二使徒 然后由十二使徒在这个还没有选出新的就是招 对拣选出新的会长的召唤之前 整个十二使徒定而主会一起带来教会 而且使徒也有传到事工的权柄 然后呢还有就是在一百零七篇也谈到他们的一些指责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再详细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些事情之后呢 我们也会谈其他的使徒对这件事情就是对使徒 他们的工作或是使徒的职责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 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 第十章的一到十五节 这里有谈到说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选柄 能赶足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这十二个门徒的名是什么他就讲了 然后再来呢他就讲到说 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 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 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 宁可往以色列加迷失的羊那里去 所以随走随传说天国进了 然后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 叫长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 那你们就白白的来也要白白的舍去 然后就讲到说他们什么东西金银铜铁都不要带 也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两件挂子 也不要带鞋跟拐杖 就是因为呢他说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所以他们进哪一个城进哪一个家 这些人就应该要招待他们 好那如果那个家人配得平安 那他们所祈求 你们所祈求的平安就会临到他家 然后如果这家不配得 他们所求的平安就归于这些门徒 然后呢不听他们的 不接待他们 不听他们的话的人 离开他们家的城 或这个城的时候 就可以把脚下的城土剁下去 所以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和恶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要容易 好所以这个讲道就说他们去 人们怎么样接待他们 然后到第十章的四十节 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他们就是天父 就是这样 好再来呢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的第一到六节 谈到念我记得是就是很类似的概念 就是怎么样召唤他的门徒 然后呢给他们权力权柄去制服一切的鬼 医治各样的病 又拆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 医治病人 他又讲到就说不用 不要带这些东西 然后呢接待你们的就得祝福 没有接待你们就把那个城土剁下去 然后呢就是这样 然后呢在那个 这个我们是最后才会念到 所以这个一直讲到的就是 耶稣基督当他召唤这些门徒的时候 他希望他们做的就是 先给他们权柄跟权药 然后给他们能力 所以他们就要去医治 他们要去救助 他们要去赶鬼 他们要去传道 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当时给这些门徒的工作 要他们去做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呢 就是二使徒特别的职责 所以然后呢再来就是 在第九章他又讲到 可是要做的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人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所以呢 所以整个地很大 庄稼 来等一下那个庄稼 庄稼很多 所以也就是说 要做的工作很多 但是呢 人却很少 好人少 所以他说要再太多一点的人 也就是说 救主的事工需要更多的人一起来努力工作 好所以呢 这个也许我们就可以想想 这是后面的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怎样可以相助这个事工 但是要先讲到的就是 把基督的能力带进我们的生活中 就是罗素纳尔君会长在2017年的5月有讲到就是 先知约瑟斯密在强调救主的使命有多重要的时候 他有郑重的说到 他说 我们宗教的基本原则是使徒和先知对耶稣基督的见证 他们见证什么 见证他的死亡 埋葬 第三天复活跟升天 还有见证什么 见证我们宗教所有的其他的事 都只是这个见证的附属部分 所以那也是为什么呢 先知 就是因为这段话 促使15个先知先见启示者签署 并发表了他们的见证来纪念救主诞生的2000周年 所以在那个 就是这份历史证明就是活着的基督 所以许多成员应该有知道了 那当然后来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 他们也再次发表另外一个见证 就是那个约瑟斯密的第一次异象后的200周年的纪念 所以这个是使徒的见证 在帮助我们获得对救主的见证 所以不是因为使徒很重要 是因为他们所做的教导很重要 都在帮助我们更接近基督 所以在2019年10月的避讳致词里面 罗素纳尔逊会长就问 他说你支持总会会长团及使徒定儿主的成员为先知 先见启示者吗 这个我们可以问自己的 然后支持他们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们往往认为 这不是他说的 就是很多人是这样 我们往往认为支持领袖就是举手表示支持 这就是身体的动作而已 但是支持远远超过只是做个表面的动作 支持领袖包括要支援 鼓励信赖跟跟随我们所支持的人 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是神所召唤的 所以这里就讲到说 那我们是不是支持他们 为什么会是进入圣殿的唯一条件 就像刚才说的支持他们的 就是支持先知 接受他们就是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就是接受神 所以如果我们不接受他就代表不接受神 所以呢也许我们可以听听下一两个问题 你是非常同意 同意中理还是不同意 第一个就是我想听救主的使徒要说的话 有机会聆听他们说话时我会注意听 第二个我可以说出耶稣基督的使徒 最近教导的一两件事 那关于这些我们刚才问的两个问题 我们都可以好好想想我们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然后就像刚才我们有念过的耶稣基督召唤了他的使徒来帮助施助人们 然后呢当然这个使徒这个字就是源自于希腊文的被拆遣者的意思 所以一开始呢门徒只是奉派在以色列家族传道 后来基督复活以后就命令他们也可以将福音传给外邦人 就是不是属于以色列家族的人 然后今日呢使徒们奉命要向全世界宣讲福音 所以在刚才我们就讲到说他们就要去医治 要去赶鬼 要去施助 要去传道 然后呢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跟他命令门徒去做的事情有相似吗 当然非常的相似 高度的相似就是一模一样 因为他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 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可以学习到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学校的影像真理应该就是主召唤使徒 在全世界做耶稣之名的特别见证人 而且做他的事工 所以古代的使徒是这样 现代的使徒也是这样 所以既然呢 接待救主的使徒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们有这些人的教导的时候 他们是特别的见证人的时候 研读他们的教导就会像研读救主的教导一样 也是认识救主的一种方法 所以提醒大家可以去看活着的基督使徒的见证 或是最近一次的总会大会 再次的提醒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些东西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 那等一下我会分享这个部分 再来呢会有谈到的就是将那个脚上的尘土堕下去 是什么意思 然后十二十图雅各陶美之长老 对救主有关再堕下脚上尘土的指示 说了这样的说明 他说呢这样的仪式是作为对别人反对的见证 有的人都了解那种象征断绝交易 并且对后果不负任何责任 所以主在那个马太福音当中就对使徒的指示 这就成为一项控诉跟见证的教义 但是在本福音期当中呢 一开始呢主也同样指示蒙他授权的人 但他们去宣讲真理的时候 如果有人故意或恶意拒绝 也可以做同样的见证反对他们 这个是在耶稣是基督里面谈到的 但是目前传教士并没有这样的做法 除非教会的领袖有进一步的指示 否则将来也不会如此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部分 然后呢在那个 200周年自全世界文告里面 特别我要谈到的一小部分 就是这也是 使徒们的见证 就是第一个他们郑重宣告神爱他在全世界各国的儿女 而且赐给我们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神圣诞生 还有无与伦比的生平跟无限的赎罪牺牲 然后耶稣借着父的力量复活了 战胜了死亡 是我们的救主 是我们的典范 是我们的救赎主 然后在1820年的美丽的春天的早晨 在美国纽约州北部地方 少年约瑟斯密很想知道该加入哪个教会 就走进家附近的圣灵祈祷 对于关注自己的灵魂救恩的事有所疑虑 也信赖神会给他解释 他说说我们谦卑的宣告 父神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回答了约瑟的祈祷 向他显现 开启了圣经中所谓的所预言的万物复兴 而这个意象中 约瑟获知在最初门主死后 耶稣基督在新约时代的教会 便不复存在于世上 而且他会成为复兴基督教会的重要工具 所以他们声明在复和世子的指导下 天上的使徒曾经来指导约瑟 再次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 然后复兴的施洗约翰 复活的施洗约翰也复兴了 为这赦免的静默洗礼的权柄 然后呢 那个彼得雅各约翰也复兴了 使徒的执分和圣职权柄的权要 然后以来加 然后也复兴了 使家人永远在一起 让家庭关系能超越死亡 而持续到永恒的权柄 当然还有其他的天上的人物 然后他们也进一步的作证 耶稣基督蒙德神的恩赐和能力 翻译了一部古代的记录摩尔门经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另外一部约书 然后这部神圣的记录的篇章中 包含了救主在复活不久后到西半部人民 中亲自私著的记载 然后摩尔门经也教导 关于人生的目的 产明基督的教义 而且这个教义是人生目的的所在 然后摩尔门经跟圣经相辅相成 见证了所有人类都是慈爱 父天父的儿女 然后天父为我们制定了一套 一项神圣的计划 然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今日对世人说话就如同古乃 也宣告1830年4月6号成立的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是基督在新约时代教会的复兴 这教会牢牢惦奠基在其主要的防脚石 耶稣基督完美的一生 还有他无限的赎罪和真实的复活上 然后耶稣基督再度召唤了使徒 并赐给他们圣旨权柄 他邀请我们所有人归向他和他的教会 接受圣旨和救恩的教义 享有永恒的超生 然后当然他还有其他的 但是呢因为篇幅的关系 我就先不念了 然后再来我要讲到的就是那个 你要安德森长老在2018年4月的总会演讲 里面讲到神的先知 然后当时因为我们支持了新的先知 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 那当然就是只有那一天在会堂的人 才有办法在那里支持 可是他说在支持那尔宣会长的过程中 祖德林在这座建筑如同各位所预想的那样充满灵性的力量 好但是呢这样的集会的支持其实是遍及世界各地的 所以不管我们在哪一个角落 只要我们举手了都是在参与这场集会 他说主教不会轻点我们举起的手 但是上天确实看到了 因为我们已经与神力约 我们的行为都会被记录在神明册当中 然后他也讲到先知是由主亲自挑选的 没有竞选没有辩论也没有对职位表态 也没有冲突怀疑混乱或骚动 而且要证实说他们在圣殿的上层房间 前进的围绕着那尔宣会长的时候 天上的力量都跟他们同在 他们都有感受到主的认可降临在他身上 让人无法否认 然后他也讲到说多年前 神就已经拣选了那尔宣会长来担任他的先知 就好像那个耶利敏神透过耶利敏的话 也告诉耶利敏的话也适用在那尔宣会长身上 我未将你照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列作喜 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所以三年前那个时候 那时候是三年前 可是这已经不止三年前 就是当那尔宣会长还九十岁的时候呢 他那时候是第四资深的使徒 然后前面三个资深的使徒中的两位年纪都比他轻 所以他说主掌控的生死 拣选了他的先知 所以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支持盟主高谋的先知的时候 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崇拜的只有父神和他的圣子 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救主耶稣基督的功劳 慈悲和恩典才能将来再度的回到他的面前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 跟随耶稣基督呢 不跟随先知呢 因为 基督有教导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 这个你们就是他告诉使徒的 就是如果我们接待使徒 接受先知就是在接受神 所以呢 先知最重要的角色就是 教导我们关于救主的事 并带领我们归向他 所以呢 纳尔逊罗术会长 他就是一个这样适合被支持的人 从他22岁成为医生 然后就 后来就成为一个受人敬重的外科医生 心脏外科医生 而且在开心手术方面也是知名的先驱者 所以大多数的人都公认他的智慧可判断力 他对生死的认识 无私的生活 而且深爱并教导神在世界上各角落的儿女 以及教养儿女方面的丰富知识 OK 所以他有10个子女 50亲民孙子女 而且和一直在真家中的真孙子女这样子 所以还有他自己女儿在38岁被夺去生命的时候 他所做的见证 说我是他的父亲 一个医生 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但我人必须低下头来体认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纳尔逊会长的一个 很特别的特质 很特别的经历 然后还有他所做的表现 但是我们还要再讲更多关于这个部分 再来呢我想谈一下就是 先知识塔上的守望者 谈到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随纳尔逊会长 要跟随一位神的先知 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召唤了他 指定他为高塔上的守望者 那先知就是那个高塔上的守望者 当一个人呢 站在比较高的高塔上的时候 他通常可以看得比较远 看到有从远方的可能会接近的危险 所以这里他就说到说 他可以保护我们不至受到无法看见的灵性危险所侵害 所以主对于希姐就说 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加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戒他们 那我们常常谈到说我们需要跟随先知 但是呢要请大家想想主加在他先知身上的这个重担 他说你以希姐若不开口警戒恶人 这恶人死在罪孽之中 我要向他向你讨他上命的罪 所以呢我就记得我有看一篇那个 听一篇贝纳大卫长老在 就是杨百汉大学的演讲里面就有人问到说 哦你们这些使徒为什么在总会大会都这么严肃 那个大卫班长就说 我们在传达神的使命 你要我们怎么办 用这句话 该要很严肃耶 那个是大家都花这么多时间要来聆听的 如果他们不开口警告 警告或教导 那这个罪真的会落在他们身上 所以他们怎么能够不严肃一些呢 好再来他说个人 更大的个人见证 他说我们拥护纳尔逊会长 如同我们若生活在彼得或摩西的时代 也会必定拥护他们那样 所以主就告诉摩西说 现在去吧 我必是你口才子 叫你所当说的话 我们以信心听从主的先知 相信他的话出自主的口中 然后他就问说 那这个是盲目的信心吗 不是啊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耶稣 就是复兴的福音的真实性 都有属灵的见证 我们是借自己的意愿和选择 今天早上举起 就是举起我们的手 然后表达我们渴望 以我们的信任 信心和祈祷来支持主的先知 而且遵从他的忠告 所以身为后期圣徒 我们就有这样的特权 对纳尔逊会长从来自神的召唤 获得个人的见证 所以他就讲到说他的妻子 虽然已经认识纳尔逊会长 超过三十 将近三十年了 可是也对他的神圣召唤毫不怀疑 但是在他即将接受按手选派时呢 我的妻子都开始去阅读过去三十四年 他所有总会大会的讲词 祈求对他的先知的角色有更深刻的见证 所以他说我应许你们 当你们谦卑配衬的寻求时 更大的见证必会来临 然后他又讲到说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愿意遵从先知的声音呢 他说对勤奋寻求永生的人而言 先知的声音会在极动荡的时代 带来灵性的安全 他说我们居住的世界中充斥的各式各样吵杂的声音 都争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那这些无穷无尽的资讯跟意见呢 让我们就想起经文中的警告说 不要飘来飘去 被风吹动和遭到伺机诈骗者的欺骗的法术所克服 所以他说若要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灵性安定的力量 就必须听从他所拆来的人 在充满骚动的世界和跟随基督 跟随先知就像在天寒地冻的日子 裹上抚慰人心的温暖坦字 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具有正面的意义 能让我们的才智引导我们去面对每天众多选择和决定 但是主的声音来到时呢 往往没有解释原因 所以呢 如果当那个先知很亲切的说话 但是要求我们改变或悔改或重新归向主的时候 他说不要惊讶 那我们需要更正的时候呢 切勿拖延 如果先知的警告声音跟今天普遍的看法相左的时候 请不要惊慌 他说脑路不幸者总是在先知开口说话的同时 就发出嘲笑的炮火 只要你谦卑尊从主先知的忠告 我应许你会蒙福获得更多的平安和安全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个人的观点刚开始与主的先知的教导不同 请不要惊讶这些是学习的时刻 是谦卑的时刻也是我们跪下来祈祷的时刻 我们披着信心向前进 信赖主并且知道随着时间过去 我们会从天父那里获得更多明确的属灵知识 然后一位先知将救主的无与伦比的恩赐 描述为子的旨意吞没于父的旨意中 所以为了父的旨意而放弃自己的想法 其实一点都不算放弃 却是荣耀胜利的开端 所以呢如果我们试图分析当这个先知说话的时候 他是在用先知的角色说话 还是用他个人的意见来说话的话呢 我们应该学习罗尔素纳尔区会长在1982年 被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两年前 他就说我绝对不会问自己 先知何时是以先知的身份说话 何时不是 他说我感兴趣的始动就是 我如何能变得更像他 我个人的哲学是不要在先知的话语后面 加上问号 而是加上惊叹号 然后那个安德森长就说 这个就是一个谦卑有灵性的人做出选择 安排人生优先顺序的做法 他说36年过去了 如今他是主的先知 所以呢 让你对救主的信心增长 所以如果我们呢 从我们自己的人生发现 他说我啦 不是对不起 他说他自己 他从他的人生发现 当他前进的研读主的先知的话 并谨慎有耐心以属灵的方式 自己的想法 与先知受灵感启发的教导 一致的时候 我就会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总是增长 他说如果我们选择将先知的中固 搁在一旁 认为自己比较了解状况 那么我们的信心就会减弱 我们的永恒眼光就会变得晦暗不明 我应许你们当你们坚定 继续坚定的跟随先知 你们对主的信心也会更加的增长 然后这个对我来说 我最近比较大的疑问就是圣殿教育 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他会变得这么的长 然后有些东西 为什么会需要这么的繁琐 我自己都在想很多的理由 但是我觉得这里告诉我 下次再进去的时候 就是为这件事情祈祷 祈求我可以了解 应该说先接受 就是不要再抱怨 不要再 murmur这样子 然后就是去接受 然后让主可以帮助我了解 原因是什么 或是不需要了解 只是要接受 直到这个祝福跟解释来到 而旧主就说 所有先知都为我作证 那先知并不是站在你和旧主中间 却是站在你的身旁 指出归向旧主的道路 先知最大的职责和给我们最宝贵 最宝贵的礼物 就是他坚定的见证 他确实知道耶稣是基督 就像古代的先知彼得所说的 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未来有一天 当我们回顾今生的时候 就会欢欣缺要 因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 世上有活着的先知 而且在那一天愿我们都能说 我们听他说话 我们相信他 我们以耐心和信心研读他的话 我们为他祈祷 我们站在他身旁 我们够谦卑 所以能跟随他 我们爱他 然后他就说 就是见证的留下他的见证 耶稣是基督 是我们的救主 尔纳寻会长 是他在世上蒙高摩的先知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尼尔安德森长老所做的见证 所以就讲到 他为了帮助我们认识 更认识救主 更认识使徒们的使命 或是他们的教导 他建议我们去 读那个活着的基督的 使徒的见证 还有刚好我们有念的那个 2020年的那个 复兴的200年的文告 然后甚至呢 去再次看一下 总会大会的演讲 那对我来讲 我真的有点 慌 应该怎么说 有点害怕 因为我有点忘记 所以我刚才先去再翻了一下 就是先讲到的是 先知说神是真理的源头 那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传达神的真理 然后呢 那个迪特乌西多长老 他有讲到就是要巩固青年 耶稣基督是青少年的力量 所以他介绍了新的巩固青年 然后罗纳德罗斯本长老 再次提起我们要用摩尔门经 淹没大地 所以就是我们要去分享福音 所以这个是讲到 关于先知他们的使命 关于我们要去聆听 然后呢 关于我们要去按照 主的先知所说的话 如果我们去这样做的话 我们的信心会增强 然后我们会有更强的见证 然后我们也会更有力量去服从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做得很好 也许我们就可以再思考一下 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 然后我刚才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也许我可以再把经文指南 耶稣基督这个部分的经文再重新看一遍 OK 好再来呢 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十七到二十节 有讲到一些部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七到二十节 他说你们要防备人 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工会 也要在工会编达你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 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 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 你们被交的时候 不要思虑怎样说话 或说什么话 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 乃是你们负的灵在里头说的 好所以这里讲到说 当然他就说不要思虑 不要思虑当说什么 但是呢这个部分是 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准备 在当时可能也没有时间思虑 而且不是用你的旨意 我们平常是要先准备的 可是在那个时候 这里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接受灵的教导 所以那个 教育和声音也有讲到啊 就是 就是会被启发 所以我们会知道 我们要做什么 他说如果是这样 所以不是要说我们应当说的话 而是要 父的灵在灵里头说话 所以就是 父的灵 会教导我们说话 所以 这个灵非常重要 所以如何让我们生活可以 配衬的接受到 父的灵 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 所以在正确的时候 就会有办法 那在上一个影片里面 我就有分享到那个 辛格莱会长他有说 他要去见那个书香的时候 他说他不记得他说了什么 因为他觉得不是他口中说的话 一定是灵带领他 所以然后他说了这些话以后 这个书香从 就是态度很不好 然后呢 就是到后来愿意去做 而且这个书香甚至 跟他成为朋友 每一年都寄贺卡给他 而甚至在后面也 帮了教会一个大忙 所以如果我们是借着灵说话的 我觉得我们真的不需要担心 就是去做我们该做的部分就行了 OK 好 所以呢 也许我们会获到 会有迫害 会遭遇质疑 但是借着圣灵 我们真的会知道 我们该做什么 然后另外呢 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 三十四到三十九节 耶稣就有说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 是叫地上动冰刀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二零一六年的三月 特利亚赫拿得着你的生命的这篇文章里面 陶德克里斯多长他有教导说 他说我们相信 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接受耶稣的福音 以及与他定立圣约时 可能会遭受到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排斥 排斥或抗拒 但是不论如何 他说你们对耶稣就超凡的爱 需要你们的 需要你们牺牲珍贵的关系 而你们会也会因此而流下很多的眼泪 但是你们的爱不曾消减 你们在他的十字架下坚定不已 证明你们不应神指为此 就是这个意思 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 会因为福音跟我们家人有不好的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持守 我相信会有改变 那如果他们因为这样反对 那难道我们就不加入吗 我觉得也是不适宜的 如果我们确定了 确信了这些事情是真理 我们还是依 依需要持守的 所以呢 在整个耶稣就传道的期间 他就一直邀请人们来跟随他 成为他的门徒 也就是要受洗 然后受洗 跟随耶稣之书 很努力遵循教导他的人 就会在 路加福音的第九章 看到了这些很多的原则 首先 我要讲的是那个 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的23到26节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耶稣又对众人说 人若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丧了自己 陪上自己 有什么益处呢 凡把我和我的道 当作可耻的人子 在他自己的荣耀里 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 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好所以这个有讲到的 第一个就是 背起十字架 好 背起十字架 好 等一下我们会解释 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领袖有一些说法 还有就是 丧失生命 为主 丧失生命 就可以得着生命 好 然后呢 为 那个 就是他说 要救自己生命的 救自己的 反而会失掉生命 好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呢 这些经文是 提到 就是为了完成 耶稣基督的 天父的旨意 耶稣基督真正的 背起了十字架 而且在 十字架上 痛苦 虽然 神悲没有要求 我们要像 主这样 真正的背起 十字架 但是 神的确要求 我们要效法基督 即使 困难重重 也要完成 天父对我们的旨意 然后在那个 马太的 约翼的 第十六章的 二十六节 他就讲到说 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来跟随耶稣基督 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这一 对于这段话 那个 十二使徒 尤里斯斯 苏瑞长长就有解释 他说 我们透过经文学到 那些想要背起 自己十字架的人 他们爱耶稣基督的方式 就是摒弃一切 邪恶跟俗欲 并遵守他的诫命 然后他说 我们下定决心 决心 抛弃一切 违背神的旨意的事物 牺牲所有 我们被要求 要奉献的事物 努力的遵循 他的教导 将会有助于我们 保住在 耶稣基督福音的道路上 将有助于我们 持守在 耶稣基督福音的道路上 他说 即使在面对苦难 我们灵魂的弱点 或反对他教导的 社会压力和 世俗哲学的时刻 也有帮助 所以这个是他 在2019年10月的 悲起我们的十字架 这里讲的 所以这里 不是真的要 我们上司生命 而是需要牺牲 需要奉献 出那些 我们的决心 抛向那些 违背神旨意的事物 牺牲所有 我们要被要求 奉献的事物 所以 他摒记一些 邪恶的俗谕 遵守他的诫命 所以会上司 有点像 上司原来我们的生命 自然人的生命 患上新的生命 的那种感觉 我突然觉得 我学到了 非常好 好 所以呢 那个 为了跟随 救主 而愿意 甘愿的牺牲 珍贵的关系 或 那随之而来的应许 就是 为我施上 生命的 要得着生命 然后 这些施上 就像我刚才说的 要施上这些 自然人 一般的人 所 紧紧抓住的东西 但是在永恒的关系中 那个永恒的关系 才是永恒的 永恒的 应该说品格 才能跟随我们到永恒 而 这些属世的物质 其实是没有办法 带到永恒去的 还有就是 如果 没有在圣殿里面 印证这样的关系 这样的关系 也不会持续到永恒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想一想 我们要放弃什么 需要抓住什么 好 然后再来呢 那个 多巴蒙斯会长 他有讲到说 为耶稣基督 上吊生命 是什么意思 他说 只为自己活的人 最后必将枯萎凋零 宛如行尸走肉一般 而无私为人服务的人 反而会成长茁壮 宛如救了自己一命 就是他在2009年10月 总会大会里面讲到 我今天为他人做了什么 好 那另外 那个 陶德克里斯多长老 也讲到说 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是什么意思 他说 我越是想到这一点 就越感到惊奇 耶稣基督在生于死当中 始终如一的 把他的生命交给父 那么完全的 让他的生命 吞没在主的旨意中 所以基督命令 我们要 如果要 基督命令 我们要跟随他的这条 诫命就是 丧失我们的生命 来促成真正的生命 真实的生命 所展望我们 每一个人 能在高隆国度中 生活的生命 这个是他在 这个是他在那个 2016年3月的 利亚赫拿得着你的生命 这篇演讲里面 讲到的 所以呢 也许我们可能 也许我们可能会有什么 分争有什么 但是真的要紧紧抓住我们该抓住的一切 因为抓住的福音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 而只为了这个短暂的生命的一切 我们即使抓住了紧紧不放 这些东西都不会跟随我们 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不会在永恒中存在的 而借着耶稣基督所培养出来的这些良善的品格 才可以带领我们真正的走向永生 得着这样的生命 好 所以最后呢 想要讲的是那个 扶着离望后看 对不起 扶着离望后看的 这是在那个第九章的 那个 六十二节 耶稣说守扶着离向后看的 不配进神的国 好不好 记不记得那个罗德的妻子 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他也回望了一下 于是就变成了炎柱 所以呢 这里代表什么 这里也许代表的是我们 看着过去而留恋 我们望着前面 我们对前面不够有信心 所以我们平平的往后看 然后呢 那个离呢 需要挖出一条直钩 所以离田的人必须注意 专注的注意在前面 前方的定点 保持正确的位置 那如果他往后看的后面离过的情形 他就会偏离方向可能 他偏离方向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离出来的钩也一定会弯曲不振 所以如果我们不把精力放在已逝的过往 而是用来追求前面的永生 救恩和救恩的喜乐 我们一定能如愿以偿 这个就是在那个 豪德红会长老在1987年4月的 我是活着的成员吗 的这篇文章里面讲到的 所以往后看 往后看 是因为我们不专心吗 往后看 是因为我们没信心吗 还是往后看 是因为我们眷恋 我们眷恋 我们过去的一切 OK 然后呢 罗德的妻子已经教导了我们这个部分 他没有办法离开那个邪恶的地方 因为他就变成严注了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 把这个田离好 让他直直的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前方 要专注的是主所要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为什么不要扶着离往后看 好 我真的知道呢 神他召唤了他的先知 给他们全柄全药 给他们能力来医治 救助来传道 然而呢 庄稼真的多 人真的少 如果所有的世上的事工都让使徒来做 真的做不完 所以我们也需要 一起相助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聆听 先知的教导去做 他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这样我们的信心会增加 我们的欠证会增强 我们也会更有能力服从 然后呢 很多的事情不要思虑 只要能够接受灵 富的灵就会教导我们该说的话 所以也不需要太惊讶 但是真的需要生活配衬 需要用尽办法来保守 我们可以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 再来就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去做所有 我们被吩咐的事情 即便是艰难的 仍然去做 虽然大部分的时间我们也不会丧失生命 但是就是困难的事情需要去做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为着属世的这一切 不愿意放弃 我们真的会失掉永恒的生命 然而当我们紧紧抓住朝向永生的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得着这个永生的生命 即便可能我们要上升我们自己的生命 就像那个先取者在过大平 这个整个大草原 整个西迁的过程洗死了很多人 所以不要往后看 过去的一些美好 在洗礼前的这些种种也许是好的 但是神会给我们更加美的地方 所以不需要不专心 对神有信心 我们已经放下我们已经拥有的这些事物 期待神给我们最好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邀请大家去做一件服从先知的事 好服从先知的事 把总会大会再拿出来看一下 去做一项邀请 OK好 所以我发现我本来要去分享福音的这件事情被淡下来了 所以我要再想办法去分享福音 好 这就是我在这个影片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这样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是邻姐妹 当你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这代表你已经看完了这次的影片 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研讨 经文的内容 跟大家一起学习 那要邀请大家的是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我要请你订阅 请你按赞 甚至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还有一个部分想要请大家可以帮忙的就是 就是每一次的影片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广告 那我相信他已经不太会放那些烟酒跟那个的广告 那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请你让你的广告可以多转5秒10秒钟 甚至把它看完 因为这个会给我一点点微薄的收入 让我可以去付我的影音费跟其他的网络费 跟其他的费用 谢谢您的支持 也很感谢能够与大家同行 希望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建议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这样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起学习 帮助大家获益更多 那这个就是我想要邀请大家的 我这样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 popp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